2005年邪恶力量横空出世 不知不觉 温家双煞已经陪观众走过了15个年头 我从小学生长成了抓阿姨 而邪恶力量这部史上最常数美剧 也终于迎来了最终极 我们从2018年开始解说这部美剧 这个坑终于将要填完了 不论是追原剧 还是这样看结说版 15G一起走来 邪恶力量带给我们最珍贵的 是那种陪伴的感觉 你想到大丁三米小卡 王后的人生要各自打怪了 还蛮舍不得的呢 为了方便大家观看 我会把这15G的视频 以G为单位做成合集再发一次 整个系列的解说跨度三年 所以质量上面稍微有点不一 希望新入坑的小伙伴们见谅哦 欢迎来啦 我是钻马 今天我们要开始看邪恶力量第八集了 据说很多人都是追到这一季起坑的 的确这部长数据发展到这里 剧情越来越扯淡了 但温家夫妇的日常还是充满了惊喜 那么就来看看 咱们熬不熬得过这一季吧 上集末随着迪克的爆炸 大丁和小卡都被拖进了炼狱 一到炼狱小卡就丢下大丁跑路失踪 想知道炼狱长什么样 大丁在炼狱里遇到了多少怪物 就不要指望穷逼剧组了 本集一开始伴随一道亮光 大丁顺利回到人间森林 满脸血污形色狼狈的他 抢劫了露营小情侣的补给包 四天后收拾一心的大丁来到某地 挖出一具被砍头的尸骨 接着用刀割开自己的手臂 放出一团光亮的灵魂 仿在尸骨上 吸血鬼本尼书复活 大丁嘱咐本尼书安分生活后 两人分开 另一边 三米从床上起身收拾行李 床上的女孩A姐没有挽留 摸摸床尾的狗狗后离开 兄弟俩在鲁福斯的小屋内会合 大丁一上来就洒胜水碰清洁剂 割肉出血证明了三米人类的身份 其实不顾三米的阻止 给自己也来了一套 看来炼狱的精力增强了大丁的警惕性 互相确认过身份后 温家夫妇终于紧紧的抱在一起 温情是可没有坚持多久 大丁就发现 一年来三米已经完全放弃鬼怪恋人的生活 甚至完全没有想过办法拯救大丁 虽然兄弟俩总是叮嘱对方 被干掉后不要想方法救对方回人间 可看到三米真的这么做 大丁莫名感到失望和愤怒 三米小心翼翼的讨好着大丁 大丁却又找到了三米让他不爽的事情 被西叔抓走的小仙芝 半年前神奇地逃出西叔的魔爪 他一逃脱就不停联系三米 可三米早就切断了鬼怪恋人的通讯 自然忽视了小仙芝的求助 最后担惊受怕的小仙芝放弃了对三米的联系 三米从小仙芝的最后一通留言背景声中 确定小仙芝去了他曾经女友考上的大学所在地 两人即刻启程 大丁重新开上了宝贝车 却疑惑怎么车了一股狗胃 三米装傻不回答 中途两人在旅馆休息 大丁虽然身处安全的房间 但精神还是处于警惕不安的状态 兄弟俩不得不又对这一年的生活做了小交流 炼狱里充满了血腥肮脏 360度全景的都是怪物灵魂 每天都充满了厮杀 但生活却很纯粹 小卡失踪后 大丁开始满炼狱杀怪追查小卡的下落 在一次被吸血鬼偷袭中 本女叔救了他 本女叔知道炼狱的传说 只有人类才能从炼狱里逃脱 本女叔想与大丁合作 帮大丁找到逃脱炼狱的门 自己则搭载树风车逃出炼狱 大丁虽然同意 但前提是找到小卡一起逃跑 再来说说三米 失去所有亲人后 他浑浑噩噩的开着宝贝车 却撞上了一只狗 他的精神状态不允许再有生命 消失在自己眼前 于是带着狗去医院救治时 遇到了兽医A姐 很明显这一年三米都和A姐在一起 两兄弟来到小仙志女友宿舍 没有得到有用的消息 却不知道他们走后 早就被恶魔附身的女友立刻把大丁 重返人间的消息报告给了C叔 三米利用技术手段查到线索 兄弟俩赶到小仙志躲藏的教堂找到了他 从小仙志口中 温家兄弟得知 原来C叔找到了有关恶魔的神之语 所以拐走小仙志给自己当翻译 小仙志嘴上说帮C叔翻译 完全打开地狱之门的方法 实际红遍C叔去了别处 趁机利用神之语记录的符咒 杀死看守自己的恶魔后逃脱 小仙志告诉温家双杀 神之语上还记录了把所有恶魔驱逐回地狱 完全关闭地狱之门的方法 并且小仙志已经把神之语藏到了安全的地方 听到恶魔们能够被全部关回地狱 大丁兴奋极了 三米为之前没有及时回应留言的事向小仙志道歉 获得了小仙志的原谅 并同意一起取回神之语对付恶魔 谁知 C叔却带着被恶魔附身的女友出现 以女友的安慰威胁小仙志跟自己走 小仙志假装妥协 实际以盛水陷阱暂时拖住C叔 带着温家兄弟俩一起逃跑 恼羞成怒的C叔当着小仙志的面扭断了女友的脖子 逃到中转站的大丁收到了本尼叔的电话 作为朋友 本尼叔嘱咐大丁尽早适应不如炼狱纯粹的人间 女友死在眼前的情景明显刺激了小仙志 她想要去探望一下自己的母亲 大丁虽然很不情愿 但还是同意了这个要求 小仙志的母亲家果然被恶魔包围监视着 兄弟俩干掉恶魔们带着小仙志和母亲团聚 不得母子俩人拥抱 母亲就被兄弟俩泼了一脸深水 三米察觉屋内还有恶魔 立刻冲入屋内悼念驱魔咒 把逃跑的恶魔黑烟分入体内 一刀毙命 顺利阻止恶魔想C叔报信 母亲听说儿子一年来的经历后 要求跟儿子一起去取神之与对付恶魔 小仙志的母亲那可是亚姨虎妈的代表 小仙志和大丁根本劝不动她 无奈的大丁只能安排两母子在身上纹防恶魔符咒 纹身台上虎妈不动声色 彪悍如丝 小仙志在旁边痛得过一哭浪嚎 自然来到存放神之与的铁柜 却发现神之与已经被偷 寄人靠着大丁暴力审讯小偷 虎妈税务查账威胁销赃店主 迅速得到了神之与的下落 神之与已经到了财富之神手中 即将被拍卖 没有足够小钱钱的四人打起了歪主意 他们只要在神之与拍卖前的展示阶段 让小仙志把上面的内容全部背下来就OK啦 谁知拍卖会记高一筹 内容被遮住 计划失败 四人还遇到了前来参加竞派的C叔 虎妈可不会放过欺负儿子的家伙 上去就给了C叔一巴掌 这可是C叔自出现以来第一次受到物理伤害呢 可把虎妈牛查坏了 竞派开始前 大丁还遇到了可爱小天使询问小卡的下落 可大丁只能给出小卡没能回到人间的答案 大丁回想起在炼狱 自己千辛万苦才找到小卡 原来小卡害怕自己贴使的身份 会吸引力威坦伤害大丁才跑路 大丁可不管这些 现在已经知道逃出猎鱼的方法 他绝对不会丢下小卡一个人 拍卖会开始 温家兄弟和小仙之母子开始凑钱 使之拍卖货币居然是矮人黄金 一下子死人都懵逼了 还被C叔嘲笑了一番 中途一个老头用八分之五的处女 和巨人之骨拍下了雷神索咬的锤子 难道神之与近拍时 朱莉居然困住了小仙之作为拍卖神之鱼的陪送品 最终疼爱儿子的狐妈 以自己的灵魂拍下了小仙之和神之鱼 C叔试图以自己的灵魂竞争 却被财富之神嘲笑不值钱 正当财富之神想要得到狐妈的灵魂时 大丁却发现狐妈的防腹身纹身被烫掉了 C叔已经占据了狐妈的身体 早就结束C叔贿赂的助手男 也背后偷袭干掉了主人财富之神 C叔抢走神之鱼逃跑 大丁立刻追了上去 三米抢过雷神之锤干掉了助理男 说好的只有雷神可以举起锤子呢 小仙之追着大丁和C叔而去 却看到大丁压制住被附身的狐妈想要杀死他 在小仙之的阻止下 C叔脱离狐妈恢复真生 带着神之鱼跑路 C叔的附身让狐妈变得痴痴呆呆 大丁冷酷地想杀死狐妈的行为 也让小仙之失望 只看温家兄弟后 小仙之带着狐妈逃跑 只留下一份绝交信 认为大丁会丢弃所有对他没用的人 三米安慰大丁 这是小仙之的错误认识 但是大丁却忽然想起 小卡和自己松开了手 不停叫着自己名字的情景 似乎小卡没有脱离炼狱 另有隐情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邪恶力量第八季 三到五集 随着神之鱼被C叔带走 小仙之也跑路躲藏了起来 为了不让小仙之落到C叔手中 大丁只能带着三米 踏上寻找小仙之的路程 当然过程中 温家兄弟必然是要干猎杀鬼怪的老本行的 这次大丁发现了多起 受害人被掏心而死 心脏不知所踪的案件 兄弟俩调查了案件 发现疑似凶手不止一个 这些凶手们都在一年前做过器官移植手术 并且器官都来源于 一位有名的橄榄球运动巨星 巨星一年前离起死于车祸 死前曾经签订过器官捐赠协议 大丁和三米找到巨星的母亲 询问巨星生前是否遇到过古怪的事情 没有得到有用的信息 他们只能夜谈巨星家 夜晚兄弟俩潜入巨星豪宅 找到了一间密室 里面全是各种不同的运动装备 大丁还找到了一箱巨星写给爱人的信 两兄弟认真研读了这些信件 发现巨星参加过各个年代各种不同的运动 三米上网搜索到 一个世纪以来 这个巨星在不同运动领域都取得过巨大成就 而巨星的母亲实际上是她的爱人 第二天兄弟俩再次找到巨星爱人 请求她说出真相 苏丹内 原来运动巨星是一千多年前 玛雅的年轻运动员 由于不想结束作为运动员的生涯 她和玛雅最高神玉米之神卡卡奥做了交易 只要每半年掏人心脏做限级 巨星就能永保青春 长生不老 巨星的爱人只是个普通人 随着岁月的流逝和爱人的老去 巨星再也无法忍受长生不老 还要限级的日子 于是在一年前出车祸自杀 然而她的器官被移植到其他人身上后 交易仍然在其作用 迫使接受器官的人完成献祭 终止献祭的方法 就是消灭掉巨星的心脏 巨星爱人把心脏移植者 脱衣舞娘的地址告诉了文家兄弟 当大丁和三米找到脱衣舞娘时 发现接受过器官移植的人 都和脱衣舞娘聚集在一起 两兄弟和他们一阵搏斗后 大丁将匕首插进脱衣舞娘的心脏 紧接着 所有接受过器官移植的人 都在一瞬间死去 案件结束 大丁认为自己从战斗中重新找回了自己 可三米却有些厌倦 满脑子想着曾经和A姐一起的生活 刚解决完卡卡奥交易 兄弟俩又遇到了案件 但是这次的视角 却不是从大丁三米出发的哦 帅气哥和凯特妹是一对亲密恋人 两人和好友混蛋弟 经常用摄像机进入生活 混蛋弟偷偷暗恋凯特妹 校园里发生了学生被害 心脏消失的案件 混蛋弟正好派到了文家兄弟来查案 混蛋弟是死者的邻居 但是作为小透明和邻居不熟悉 帅气哥陪着混蛋弟外出拍摄校园影片 谁知在中途却被偷袭咬伤了肩膀 等到混蛋弟把帅气哥送回家时 帅气哥肩膀的伤口居然自动痊愈了 之后帅气哥也变得力大无穷 仿佛跟被蜘蛛咬过的蜘蛛挟死的 混蛋弟非常羡慕嫉妒恨 夜晚帅气哥感到异常饥饿 在吃光家里所有存货之后外出买零食 却没忍住杀死了炮灰男 吃掉了他的心脏 满身血血的帅气哥回到家 把凯特妹和混蛋弟吓得不轻 混蛋弟想要报警 却被凯特妹阻止 为了搞清帅气哥到底什么情况 凯特妹请求混蛋弟黑镜设下系统 偷听文家兄弟的对话 毕竟现在这是他们唯一知道 对这些事情有头绪的人 索达内这次作怪的是狼人 帅气哥看来是被狼人袭击并转化了 不过如果是被包括十祖在内的 前四代狼人转化的狼人 性情相对会比较温和 可以在任意时候变形 不受埋怨的限制 不会在变身时失去意识 他们可以控制自己 甚至可以只靠动物心脏就能存活 只要用银制刀具就能对付狼人 帅气哥无法接受自己变成狼人 凯特妹配在他身边默默地安慰他 混蛋弟却从之前帅气哥 遭受袭击的录像带中 找到了狼人的线索 原来学校的教授就是狼人 混蛋弟不想一直当小透明 他逼迫教授咬了自己 也变异成狼人 教授多年来一直只吃动物心脏 但是人类心脏的诱惑 如同毒品一样一直折磨着他 所以他不理解混蛋弟 想要变成怪物的想法 终于前不久 他犯戒杀死邻居 吃掉了心脏 为了保住性命 不被鬼怪猎人抓住 教授就转化帅气哥 做自己的替死鬼 混蛋弟离开以后 为家兄弟找到了教授 大丁开枪打死了他 死前教授对大丁说了句谢谢 他终于可以摆脱狼人的命运 回到家的混蛋弟 得意洋洋的宣称 自己已经搞定了所有事 小人得知的结果 往往就是猖狂无比 混蛋弟再也不想 活在帅气哥的阴影下 两人扭打起来 死打中 混蛋弟用银制匕首 插死了帅气哥 并强硬转化了凯特妹 成功转化成狼人的凯特妹 为了给自己的爱人复仇 咬死了混蛋弟 然后把事情的石墨 全都录下来 留在电脑里 我家兄弟赶到时 只看到了凯特妹留下的资料 和两具已经凉透的尸体 凯特妹在视频中保证 自己绝对不会伤害人类 请求大丁和三米放自己一马 得知全部事实的大丁和三米沉默 最终两人决定先放过凯特妹 毕竟他到现在 只杀过一个狼人混蛋弟 狼人案件结束 追踪小先知的任务还在继续 但小先知学霸的人设可不是白色 各种把温家兄弟耍得团团转 气急外坏的兄弟俩 为小先知跑路的原因吵了起来 大丁忽然接到本尼叔的电话 他却避开三米 躲到屋外接听 原来本尼叔一个人怼上一群吸血鬼 虽然他成功地干掉了那些吸血鬼 但是自己也受了重伤 只能求助大丁 毕竟两人在炼狱里可是光明的矫情 大丁突然要独自行动 让三米非常愤怒 独自在旅馆的三米控制不住 开始关注A姐的近况 也想起了他和A姐相识的过程 失去亲人 撞了狗的三米 浑浑噩噩地带着狗子住在旅馆 迷茫的他 凭借一手修理技术 得到了在旅馆当维修工的工作 而A姐正巧也常住在旅馆 一次三米在维修A姐房间的下水道时 被A姐误认为是坏人 A姐表现得非常凶悍 直接吓退了三米 直到有一天放狗时 狗子跑进A姐的房间 两人聊天才发现 双方都是失去所有亲人爱人 对前路迷茫的人 大丁按照本尼叔的指示 找到了雪袋和他躲藏的地方 靠着雪袋 本尼叔的伤迅速恢复 既要离开 大丁却一定要问清 本尼叔单挑吸血鬼群的原因 这让本尼叔想起 在炼狱里 大丁一直都很讲义气 在炼狱里 小卡作为天使非常耀眼 本尼叔和小卡互相看不顺眼 小卡和本尼叔都认为 逃出炼狱的大门 只有大丁和曾经作为人类的本尼叔 能够通过 小卡不想拖累大丁 但是大丁却坚定地告诉两人 自己一定会带着他们离开炼狱 时间回到现在 本尼叔正在追杀 转化自己的吸血鬼老爹 当初本尼叔就是被老爹杀死的 老爹拥有自己的吸血鬼船队 平时靠强行登陆远航的游艇 杀人吸血 事后焚烧游艇起尸入海 老爹手下的吸血鬼 都是他自己转化的 作为创始者 他认为自己就是家族的上帝 他让所有成员聚居在一起 漂泊海上远离陆地 被转化的本尼叔也一直很敬爱老爹 直到他遇上自己的真爱安女 本尼叔跟着安女离开老爹 过起了新生活 这样的行为激怒了老爹 老爹带着家族成员们杀死本尼叔 本尼叔死前看到的最后一幕 就是老爹咬破了安女的脖子 两人来到老爹驻扎的地方 本尼叔却发现安女没死 惊讶的他被吸血鬼们抓住 原来当年老爹并没有杀死安女 而是转化了他 安女现在成为老爹的女人 在家族中地位颇高 他定一个人独目难知 只能打电话告诉三米自己的处境 让三米赶来接引 安女支开其他吸血鬼 偷偷解开绑住本尼叔的手铐 并递给他一把匕首 他相信只有本尼叔能够杀死老爹 打破老爹对他们的控制和禁锢 本尼叔终于见到了老爹 大丁在外围清理吸血鬼 本尼叔对老爹嘴炮一阵后成功击杀 本尼叔想带着安女离开 去看看外边的世界 可安女只想继续过海上杀人的生活 再希望老爹死亡 不过是想要自己和本尼叔变成首领 这样的安女已经不是本尼叔当年深爱的安女了 安女对本尼叔露出了尖牙 却被大丁从身后一刀毙命 复仇结束后本尼叔非常迷茫 看到这样的本尼叔 大丁想到在炼狱里三人被立尾坛追杀 虽然本尼叔嘴上总是嫌弃小卡 但那小卡遇到危险时 本尼叔却还是出手相救 赶来接应的三米一下子看出本尼叔吸血鬼的身份 他不能相信 哥哥居然和怪物做了朋友 今天我们接着来看邪恶力量第八集 第六到第七集哦 话说大丁和本尼叔是朋友的事实 明显激怒了三米 大丁维护本尼叔的行为更让三米不爽 大丁却怼三米一年来不救自己 并告诉三米如果本尼叔以后犯了事 自然会有鬼怪猎人去杀他 但绝不会是自己 兄弟俩谈不拢 只能先去处理妻子怒杀丈夫的案件 两人来到现场才发现盖斯也在 盖斯非常热情地拥抱兄弟俩 看来又要三人一起破案啦 遥想一年前盖斯还是不靠谱的鬼怪猎人 可这一年来保笔书去世 温家兄弟小声拟迹 盖斯也成长了一丢丢 成为鬼怪猎人界新任后勤部长 甚至还有个新保笔书的绰号 大丁明显不喜欢这个绰号 三人在案发现场发现了绿色粘液 判断是鬼魂作祟 之后询问死者妻子 也只得到死者二十多年前出过鬼的信息 三人吃饭时 大丁看到盖斯居然戴着保笔书的帽子 生气的抢了过来 根本不管盖斯想要纪念保笔书的心情 就在吃饭的间隙 死者的儿子居然杀死了 与自己有过惊奇纠纷的人 大丁和盖斯在旅馆查询资料 盖斯模仿保笔书说话激怒了大丁 但是大丁的态度也让一只乐呵呵的盖斯不开心 他告诉大丁保笔书是大家的朋友 不仅仅只是温家兄弟的专属 大丁转移了话题 三人查过资料后 发现了这次对付的东西 索达内 绿色黏液代表厉鬼 厉鬼是想要复仇的鬼魂 他会复生于人 一旦发现宿主心中曾感受过背叛 就会强迫宿主去报仇 厉鬼出现的原因是有人亵渎了他的坟墓 镇子上不久前 无名士兵的墓就被喝醉的学生们捣乱亵渎过 有一天就发生了妻子杀父案 鉴于白天会有守卫看守墓碑 温家兄弟和盖斯只能夜晚潜入墓地 三米注意到地上有根断掉的绳子 大帝和盖斯烧掉了无名士兵的尸骨 虽然尸骨被烧 但是案件并没有结束 镇子上的警察开枪抱了上司的头 之后另一位警察也断着枪去了医院 大帝立刻赶去医院 和被鬼附身的警察打了起来 三米和盖斯找到当地资料馆 得知无名士兵脖子上有一分钱硬币的串身 明显就是三米在目的中砍到了绳子 医院中 厉鬼闻到大帝身上也有愤怒的气味 把原本转在手中的一分钱硬币 塞到了大帝身上 看来这枚硬币就是厉鬼寄托的物件 被合罪学生带出了目的 辗转流通过死者妻子 儿子 两个警察 最后落到了大帝手中 三米和盖斯回到旅馆 被厉鬼驱使的大帝举枪对准三米 指责三米为了女人扔下自己 再连狱挣扎不拯救自己 兄弟俩打作一团 三米也指责大帝信任本尼叔 枪尸中盖斯打掉了大帝手中的硬币 而盖斯拿到硬币后居然完全不受影响 真的是心很大的小可爱啦 安静就这样结束了 盖斯劝大帝和三米解开心结 大帝把包笔叔的帽子还给了盖斯 两人拥抱告别 三米却想到自己和A姐都向对方分享了 失去至亲至爱的经历 挥过神来 三米重新和大帝上路 三米严肃地告诉大帝 必须放下心结 宣称自己就是会杀死本尼叔的鬼怪猎人 这一天 大帝在路上看到了小卡的身影却有小时不见 回到旅馆后 三米告诉哥哥 最近全国都发生了诡异的人员失踪案 失踪人员年龄 性别 宗教信仰等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只能大致判断是恶魔干的 C叔折磨可爱小天使试图获得更多的人名 原来正是C叔抓走了那么多人 另一边 小先知和胡妈躲在破旧的房屋里 防御恶魔追踪的同时 也在不断搜集神之以记录的消灭恶魔的材料 想要制作恶魔炸弹 由于材料找寻有难度 胡妈居然还从网上聘请了一位女巫帮自己收集 小先知对母亲这一波操作无语得很 大丁和三米追查人员失踪事件没有任何进展 半夜 大丁再次看到了小卡的身影 这让他想起了 在猎狱中 自己一再保证绝对会把小卡带出来 失踪人员的范围居然扩大到了国外 大丁暂度看到了小卡 这次 小卡实实在在出现在兄弟俩面前 小卡的力量还没有完全恢复 三米很高兴小卡回到人间 大丁知道需要非常艰辛才能找到回人间的通道并穿越 现在小卡的平安回归让他很疑惑 面对询问小卡却一连闷逼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回人间的原因 浑身脏兮兮的小卡 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好好洗漱一下 大丁想起他和本尼书 小卡终于能够回到人间的分析 大丁念中把本尼书分进自己的手臂中后 就带着小卡向分析冲去 可惜半路上两个力尾坦出现阻止 三米打断这场回忆的大丁 大丁告诉三米 回人间的过程中痛苦 恐惧等感受至今让大丁心有余悸 小卡却完全不记得 这让大丁怀疑小卡身上发生了大事 花音刚落 西叔干净重新变得萌萌大的小卡 站在了温家兄弟俩面前 另一边 女巫带着一部分材料找到小先知和妈妈 趁着两人不注意 他居然放进了西叔和他小弟 原来女巫和西叔做交易出卖了母子俩 西叔传送走女巫后直接抓走了小先知 留下小弟灭掉材料并杀死胡妈 西叔不知道的是 小弟根本不是胡妈的对手 大丁和三米查到失踪者的名单 小卡一听 表示这些人都是现存的潜在先知 因为世界上一次只能存在一个先知 目前就是小先知 三米想到了先知恰克 小卡遗憾地表示 恰克应该是死了 看来西叔绑架这些潜在先知 就是为了搞不定小先知后杀掉他 换新的先知为自己翻译神之语 正说着 三米接到了胡妈的求助电话 得知小先知被抓的消息 西叔用杀人暴血的手段吓唬小先知 恐吓他翻译神之语 大丁 三米和小卡来到与胡妈约定的地点等待 大丁想起在炼狱中 自己和小卡顺利干掉拦路的立位坦 穿过分析时 小卡已经很虚弱 自己没能够抓住小卡的手 最后独留小卡一人 在炼狱里挣扎求生 大丁一直把这件事怪罪在自己身上 认为是自己丢了小卡 胡妈来到后 把小先知制作消灭恶魔炸弹的笔记交给三米 还把西叔的小弟带来来 这下子不愁找不到西叔的藏身地了 西叔还在逼迫小先知 甚至切下了他的一根小拇指 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 小先知暂时妥协 众人来到西叔躲藏的工厂 文家兄弟带着小卡潜入工厂后 三米独自行动用恶魔炸弹炸死了几只恶魔 找到了被绑架的人 大丁和小卡遇到恶魔 大丁被打飞 小卡用天使之力杀死恶魔 可惜能量没有完全恢复 成功杀死恶魔后 显得有些虚弱 大丁和小卡找到关着小先知的房间 可是大丁的撬索技巧不够纯熟 需要再多一些时间 文家小先知反映出 除了利维塔和恶魔 还有很多神之鱼 小卡不顾大丁对自己的担心 提前进入屋内怼上西叔 西叔认为小卡现在是个战无渣 可小卡强撑着 秀出自己最大的能力 吓退了西叔 并留下一半的神之鱼 大丁成功敲门后 只看到抱着半块神之鱼的小先知 和瘫倒在地的小卡 塞米打算把小先知和胡妈 送到盖斯处安置 经过这一天的折磨 小先知前所未有的痛恨起恶魔 发誓一定要把他们全都关起来 塞米安慰小先知 小卡会治好他断掉的手指 大丁很生气小卡逞枪 也很气自己当初没能救出小卡 可是小卡却认为 大丁责任性太过于强大 以至于篡改了自己的记忆 让良心充满折磨 小卡把真正的记忆展现给大丁 原来当时小卡并不虚弱 他主动挣脱大丁的手 因为他想留在炼狱 为自己曾经做的所有措施赎罪 塞米与大丁小卡会合 小卡却突然被拉回了天堂 天使纳奥米告诉小卡 是他派天使从炼狱救出的小卡 小卡嘴巴上不由自主地 向纳奥米汇报文家兄弟和小先知的情况 这小卡很懵逼 纳奥米告诉小卡 让他定期向自己汇报 并且小卡本人永远不记得自己这么做过 小卡不认为纳奥米能做得到 但就在一瞬间 小卡又回到大丁和塞米身边 兄弟俩完全没有察觉任何异样 小卡也根本不记得刚才的经历 看来天堂也有不可告人的阴谋了 今天我们接着来看邪恶力量第八集 第八到第十集哦 话说小卡不愿意回天堂 决定在人间与温家兄弟一起当鬼怪猎人保护人类 甚至已经找好案件 出发前大丁叮嘱小卡 想要一起办案就不许利用顺移能力 但当小卡想坐宝贝车的副驾驶时 却被大丁和塞米毫不留情地拒绝了 开玩笑 副驾驶能随便乱坐的地方吗 小卡只能委委屈屈地坐在了后座 呜呜 还以为小卡就要转正了呢 原来是我想多了 这次的案件都非常怪异 有看到闷中情人后 心脏剧烈跳动破膛而出的 有想到跳楼却在空中停留几秒才坠落的 还有银行保安被莫名其妙掉落的铁粘砸成肉饼 这一切都像是动画片里才会发生的事情 银行保安被砸死案件中 有个抢劫犯正在抢劫银行 并且在墙上留下了一个黑洞 类似的抢劫案最近发生了很多起 大丁让小卡扳开传矛 在地上看到一个插刑标记 果然是动画片的套路 而黑洞则是动画片里穿墙而过的专业通道 三米回到旅馆查资料 所有抢劫案发生地点的附近都有过怪异的动画片事件 这是之前没有人员伤亡 而所有被抢劫房子和银行保险柜的主人 都住在同一家养老院 大丁和三米发现 这家养老院中有患老年痴呆的动画男 曾经是温爹的朋友 而且动画男还是一位念离师 而温家兄弟俩认真查人的时候 小卡一本正经的在省猫 温家兄弟怀疑是动画男影响了周围的环境 大丁甚至用书本砸头听到小鸟叫验证了这一点 动画男是念离师 一般的念离师能用意志移动物体 但是像动画男这样的高级念离师 甚至可以改变现实 老年痴呆的念离师 能力就更加不可控制了 三人看到 抢劫手中带着被抢老人的手链 得知抢劫老人们的人是抢劫男友 三人来到抢劫男友家 却发现他被人袭击 原来真正的幕后主使者是疗养院的院长 由于有人追查到抢劫事件 院长打算带着动画男干一票大的 然后杀死他 抢劫男友不同意就被院长打伤 三人立刻赶去银行 大丁从黑洞进入阻止院长 三米和小卡找到动画男试图唤醒他 小卡直接带着三米进入动画男的脑海中 银行内 大丁和院长用各种动画套路打作一团 最终三米劝服动画男不要沉迷在虚幻中 必须面对现实 动画男最终恢复了清醒 并用念离赶掉了试图杀死大丁的院长 小卡关掉了动画男的念离 防止今后发生类似的事情 这让三米想到A姐的父亲一度不看好自己和A姐 她认为两人都只是因为受了伤互相取暖 A姐失去丈夫 三米失去哥哥 并不是真正相爱 可就当A姐父亲准备接受两人在一起的事实时 A姐却得知了丈夫没有死的消息 这天三米接到长脸书的电话 她立刻就带着大丁去找本尼书的麻烦 原来三米一直不放心本尼书 她找了刚从精神病院放出来的长脸书 跟踪查探本尼书 现在长脸书打来电话就是为了告诉她本尼书杀人了 文家兄弟和长脸书在旅馆会合 大丁100%相信本尼书 阻止了长脸书想要立刻干掉本尼书的计划 强硬地要求自己先去和本尼书了解情况 三米给了大丁时间去验证 长脸书明显感到非常不爽 大丁来到本尼书工作的餐厅 向女店主打听消息 随后找到了本尼书的所在地 就在刚刚本尼书埋葬了一个被吸血鬼杀死的人 这座小镇是本尼书还是人类的时候居住的地方 他现在工作的女店主就是自己的人类曾孙女 本尼书告诉大丁 自己被以前认识的中奥吸血鬼盯上强硬要求组队 被拒绝后 中奥吸血鬼决定用人命和鲜血逼迫本尼书就范 这些死掉的人都是中奥吸血鬼杀的 本尼书准备去干掉中奥吸血鬼 大丁却不同意 他回到旅馆把事情真相告诉三米和长脸书 希望让他们干掉中奥吸血鬼 避免和本尼书起冲突 长脸书完全不相信大丁的说辞 他直接背后偷袭打晕大丁 叫上三米就要去干掉本尼书 路上长脸书说大丁的坏话 这可惹怒了三米 虽然他也很不双大丁偏袒本尼书 但是绝对不允许有人在自己面前避避大丁不好 大丁醒来立刻把三米和长脸书的事情告诉本尼书 让他快藏起来 可是本尼书已经决定去干掉中奥吸血鬼 大丁只能跟着他一起去 三米和长脸书找到本尼书 没有发现本尼书的踪影 三米忽然收到A姐发来的求救信息 这是两人自分开以来 A姐第一次与三米联系 三米立刻丢下长脸书出发去A姐家 大丁和本尼书找到中奥吸血鬼的躲藏地 两人合作默契顺利砍掉了中奥吸血鬼的脑袋 经过这件事 本尼书意识到自己没有办法继续在小镇生活 一旦消息泄露 就会有大批的鬼怪猎人来找麻烦 自己不能陪在曾孙女身边 本尼书最后看了眼曾孙女 卡着车离开了小镇 然而不等本尼书走远 长脸书却用曾孙女的性命 威胁本尼书自投罗网 不得已本尼书重新回到餐厅 面对长脸书卑鄙的行为 只能妥协等待死亡 三米在赶路途中 想起当初A姐的丈夫回归 自己主动退让离开 不想让A姐为难 等三米赶到A姐家时 却发现A姐没有任何问题 原来那则消息是大丁为了引开三米 伪装成A姐发的 大丁忽然接到本尼书曾孙女的电话 赶到餐厅后 发现原来本尼书最后没有出手就擒 而是咬死了卑鄙的长脸书 大丁把这件事告诉了三米 用A姐欺骗自己 加上长脸书被杀 这彻底点燃了三米对大丁的不满 等大丁找到三米居住的旅馆时 三米让大丁只能选择自己或本尼书一边 兄弟俩打吵一架 最终风道扬镳 这已经是惯例决裂了 温家双傻真的是不吵不决裂 小卡忽然被纳尔米召唤 原来可爱小天使成功发送出求救信息 纳尔米希望小卡救出可爱小天使 小卡找到大丁帮忙 环顾四周询问三米的下落 大丁略过这个话题 三米在旅馆中迎来了A姐 两人其实都放不下对方 恶魔折磨可爱小天使 却意外触及天使大脑中的控制系统 大丁和小卡开始查找恶魔聚集地 另一边 三米和A姐经过愉快的鼓掌后 A姐给三米和自己设定了两天的考虑时间 两天后如果两人都在这个旅馆房间内相遇 A姐会不顾一切和三米在一起 大丁和小卡搜索了九个废弃工厂后 终于找到关押可爱小天使的地方 可是工厂内画满了天使防护咒 加上恶魔人数太多 光凭两人打不过 小卡提议找三米帮忙被大丁拒绝 大丁决定去找小先知制作恶魔炸弹 小卡则去全世界搜罗材料 C叔亲自操刀折磨可爱小天使 这种折磨方式似乎可以探知天使们 忠于上帝思维的根源和大脑信息 这一段非常残忍 以至于我的C叔有点爱不起来 大丁在等待小卡搜索材料的过程中 忽然接到本女叔的电话 自从上次长脸书吸血后 本女叔有些控制不住自己 希望大丁能够赶来帮助自己 大丁保证办完事后就去找他 小卡找全材料后还找到三米 希望我们家兄弟一起参与营救计划 夜晚降临 三人驱车来到恶魔聚集地 大丁和三米甩先进入工厂内 配合默契干掉恶魔顺便划掉天使防护咒 C叔不停地折磨可爱小天使 惨叫声充满了整个废弃工厂 兄弟俩用恶魔炸弹炸死恶魔们 C叔一点都不在意 只想得到天使的关键信息 大丁 三米和小卡终于来到 关押可爱小天使的房门前 可随着可爱小天使的叫声 小卡也受到了影响 脑海灵性的闪现 似乎纳奥米也用同样的方法对待过自己 大丁和三米猛烈地撞击门 C叔终于得到了有效信息 原来还有一块关于天使的神之与石碑 温家兄弟冲进屋内后 C叔已经离开 小卡就走可爱小天使 大丁和三米留下断后 可爱小天使一被救出 刚想告诉小卡天使们 被纳奥米用残酷的方式控制 可还没等小卡反应过来 就被纳奥米控制着杀死了可爱小天使 还被赶来会合的温家兄弟解释 可爱小天使是叛变才被杀 兄弟俩回家后 立刻在房间内画满天使防护咒 之前小卡僵硬的神情和蒼白的解释 完全不符合小卡的人设 这引起了两兄弟的警觉和怀疑 刚说到一半 大丁就让三米去找一姐 毕竟这是关系弟弟终身大事 可三米也非常关心小卡的事情 大丁让三米做决定 A姐和鬼关猎人事业 只能全身心投入一个 最终温家兄弟俩还是选择了彼此 三米没有去赴A姐的约 而大丁也让本女叔保重 他们无法再见面了 兜兜转转 又回到了只有大丁和三米两个人的 鬼关猎人生活中 今天我们接着来看邪恶力量第八季 11到12集哦 三米虽然选择了大丁 但是放弃A姐明显也让他低沉了许多 看到弟弟不开心 大丁建议好好放松一下 谁知盖斯却打电话给兄弟俩 找了个男人在家 无辜被撤裂的事件 兄弟俩赶到案发现场 三米在受害人尸体的手臂上 发现一颗树的符号 警方把嫌疑人锁定在给受害人 发过狠话短信的好友身上 大丁和三米询问受害人好友 发现两人都是真人扮演游戏同好 最近在玩一个叫月门的游戏 月门每隔一周就在公园举办 受害人好友之所以发狠话给受害人 是因为这周末 月门中正要发生诸国之战 受害人又想钱钱贿赂 让两人被授予女王荣誉护卫之位 好友觉得这是作弊 于是用自己扮演的游戏角色口气发短信 斥责受害人 大丁相信好友的证词 与三米在网页上搜索月门的消息 月门中分为四个种族 月随者 精灵族 亡灵战士和可怕的影兽人 网页上还有这周末即将举行诸国之战的宣传片 大丁发现影片中的月女王居然是可爱的查理妹子 就在兄弟俩查资料的期间 被关在审问室的好友无辜死去 而她的手臂上也有一棵树 大丁和三米立刻想到这与月门有关 温家兄弟假扮FBI询问在月门遇到的卢瑟蒂 可是真人角色扮演就是要把假的东西做到无限逼争 兄弟俩的造假正间一下子被看穿 不过卢瑟蒂认为 大丁和三米扮演的是穿越时空来到月门的FBI 卢瑟蒂领着兄弟俩来到月女王查理身边 此时查理正在甩气的和手下对战 获得了一堆芳心 可惜在看到兄弟俩的瞬间 查理意识到了不妙 在查理看来 温家兄弟的地方绝必有诡异事件 他立刻就要收拾行李跑路 大丁把案件告诉查理 希望他可以提供信息 查理想到女王的军队最近都在缩减人手 自己的士兵在最近几周接连受到了伤害 就在查理给兄弟俩描述 院门中四个国家之间的势力沙盘图时 大丁兴致勃勃地和查理讨论起了战术 三米很无语 最终查理选择帮助温家兄弟找到做怪的东西 三人并分两路 三米去网络去查资料 查理带着大丁去询问各个国家的子民 属相随俗的大丁换上了角色服 三米插到树上的人除了月女王的子民 还有精灵族和亡灵战士 唯一没有人员损失的就是迎兽人 查理和大丁也从被抓的迎兽人口中得知 这棵树是迎兽皇的族徽 两人去后山森林寻找迎兽皇 半路却遇到卢瑟帝 卢瑟帝请求月女王返回国家不要冒险 大丁也让查理婚姻帝 谁知查理在回城的途中被人掠走 所打念 这次遇到的是仙女魔法 两位死者手臂上的树是痛苦之树 被标记的人会被仙女伤害 解决的方法就是找出示咒的人除掉她 两人发现查理失踪 查理被困在一座帐篷中 看管她的是一个漂亮妹子 查理瞬间被美色冲昏了头脑 温家兄弟跟着卢瑟帝押送迎兽人找到迎兽皇 可是迎兽皇的扮演人 根本不是施展仙女伐术的人 不过他告诉他们有一座帐篷非常古怪 帐篷中漂亮妹子告诉查理自己是森林仙女 被人类召唤来被迫伤害人 在希望有英雄可以偷走召唤自己的魔法书 毁掉她破除咒语 查理立刻表示自己就是英雄 等大丁和三米带着卢瑟帝闯进奇怪的帐篷时 查理和仙女正在热闻 仙女看到卢瑟帝大叫 她就是召唤自己的坏人 原来这一切都是卢瑟帝干的 卢瑟帝在生活中就是个卢瑟 穿命于扮演阅文游戏 想要借助仙女的力量 干掉自己的竞争对手 迎下诸国之战 当上国王迎娶女王 走上人生巅峰 现在她就要干掉兄弟俩 在仙女的加持下 卢瑟帝和温家兄弟打起来占了上风 查理及时夺走卢瑟帝掉落的魔法书毁掉了她 失去仙女帮助的卢瑟帝 分分钟被大丁打晕 仙女摆脱了束缚 带着卢瑟帝回森林接受审判 案件结束 大丁和查理告别 三米却知道大丁对越门游戏扮演很心动 最终两人都扮演越女王的荣誉侍卫 在大丁慷慨激昂的战前动员发言后 诸国之战在大丁和三米的带领下正式开战 兄弟俩度过愉快的诸国之战后 又回到正常生活 这天 两人正在旅馆内休息 忽然一个穿着复古西装的帅气男人亨利 从两人房间的碧柜里冲了出来 要找温爹 大丁粗暴地验证 亨利不是恶魔鬼怪 亨利对大丁粗暴的手段表示轻蔑 嗯 大丁表示自己是温爹的儿子 还没等亨利说什么 忽然一个穿着复古洋装 被恶魔附身的妖艳女人从碧柜里出现 立刻要求亨利交出一样东西 还打飞了温家兄弟俩 大丁从背后用恶魔匕首偷袭 却只是造成了伤害没有干掉他 不得已 兄弟俩立刻带着亨利逃跑 亨利告诉兄弟俩 刚才的女人是个叫阿比顿的恶魔 而自己来自50多年前 她就是温爹的父亲 温家兄弟俩面面相觑 这是温爷爷 三米很快相信了亨利的话 大丁却不开心 因为在温爹的描述中 亨利在温爹很小的时候就抛弃妻子 再没有出现过 对温爹造成很大的童年阴影 三米认为 可能就是这次穿越带走了亨利 没能回去 温爷爷暂时放下对温爹的感伤 给兄弟俩解释了目前的状况 亨利是通过血印 借用灵魂之力找到自己的血脉 或尽情进行穿越的 在三米的认知里 只有天使可以借用灵魂之力 亨利很奇怪 自己的孙子居然并不是记录之史的传人 而是粗鲁的鬼怪猎人 所打念 原来温家世代都是记录者 记录者是导师 旁观者 记录一切凡人不理解的事件 并且只把自己发现的这种事件 告诉可以信任的最强鬼怪猎人 让他们去对付现实的鬼怪恶魔 亨利是在自己学习 作为记录者的最后一刻时 被阿比顿打断 不得不带着一样 他至今不知道装着什么的盒子 逃到现代 亨利带着大丁和三米 找到当年他学习的地方 希望找到记录者中的长者 帮忙对付阿比顿 可是当年的地方已经物是人非 三米从网上查到当年发生的事情 发现所有长者都已经寻难 三人夜探长者们的目的 发现当年有一个幸存者 改头换名活了下来 夜晚 大丁查到幸存者的藏身处 三米也从温爹的小本本中 找到了阿比顿的身份 原来阿比顿是被卢西法 亲手挑选的地狱骑士 他们是第一代恶魔 非常纯种和强大 目前地狱骑士只剩下阿比顿 亨利拿到温爹的小本本 发现这个小本本原本是属于自己的 上面还刻着亨利名字的缩写 看到这些 亨利才切实地感觉到 自己可能没有活着回到过去 在大丁眼中 温爹的一生除了短暂的几年温馨 一直充满了坎坷 而这坎坷的源头就是温爷爷 他看不惯亨利一副高高在上 为使命负责的样子 大丁认为 人的责任在于家人 夜晚 亨利滋滋嘻嘻反看温爹的小本本 里面记录了所有温爹 遭遇过的鬼怪恶魔和艰难的生活 看着在床上睡得横气抒发的孙子们 亨利做出了决定 他要回过去陪伴儿子成长 第二天一早 发现亨利孝氏的兄弟俩冰封两路 大丁去找亨利 三米去找长者帮 长者告诉三米 亨利保护的小盒子里是一把钥匙 这把钥匙能够找到存放记录者们 几千年来搜集到所有资料的地方 那是一座超自然知识的金矿 张者无法阻止阿比顿 他把金库的地址画给三米 让三米立刻带着钥匙找到那里 把钥匙丢进去关上大门 但里没有任何鬼怪可以闯入 张者宁愿这些资料永不见天日 也不能落到阿比顿手中 可惜阿比顿居然早已不伪装在张者身边 他杀死张者 绑架了三米 另一边 大丁找到了亨利 两人为了回到过去 还是留在现代干掉阿比顿争执不休 大丁忽然接到阿比顿威胁 用亨利和钥匙还三米的电话 为了救弟弟的命 大丁只能打晕坚持要回到过去的亨利 大丁带着亨利交换三米 阿比顿一手捅穿亨利的腹部 谁知亨利把一发子弹打入阿比顿的脑子 阿比顿无法动弹了 原来这是亨利和大丁设计好的 亨利在子弹上刻上了恶魔陷阱 大丁立刻上前砍掉了阿比顿的脑袋 他们无法杀死阿比顿 但是可以把他困在脑袋里 埋进水泥中 永世不得超生 亨利很遗憾 没有陪伴温爹长大 但是他很骄傲 见到两个孙子并保护了他们 亨利紧紧抓住大丁和三米的手 随后失去了气息 大丁和三米埋葬了爷爷 三米已经明白 天堂费尽全力撮合温爹和温妈妈的原因 他俩象征着对付鬼怪恶魔家族勇者和智者的结合 现在要是传到了大丁和三米的手中 他们会去找到那座超自然金库吗 今天我们接着来看邪恶力量第八季 13到15集哦 话说大丁和三米找到那个存放着记录者们几千年来心血的地方 兄弟俩对整栋房子惊叹不已 两人顺利接管了这里 从此 这就是他们可以安心居住的温家宝了 两周以来 三米一直埋头于记录者的资料 他查到记录者和猎人们曾经与一个犹太团体策划了犹大计划参与二战 而当年团体中最年轻的成员也在不久前去世 但是这位犹太爷爷是在大学咖啡厅大堂忽然被火烧成焦炭 死期还大声咒骂着纳粹该死 大丁和三米立刻赶往大学 两人分头行动 三米冒充犹太爷爷的助理 在图书馆追查犹太爷爷死前的书籍戒约记录 大丁则打听到犹太爷爷似乎总是会提到纳粹巫师这个词 兄弟俩准备会合 三米感觉有人跟踪自己 大丁偷偷找到跟踪三米的人 发现是个彪形大汉后被打飞 而三米用刀也伤害不了他 只能彪形大汉要掐死三米时 犹太帝阻止了他 犹太帝是犹太爷爷的孙子 彪形大汉是被魔力赋予了生命的尼人 贵犹太爷爷所有 犹太爷爷死后传给了犹太帝 犹太帝以前一直认为 爷爷说的有关鬼怪的事情都是瞎话 直到犹太爷爷死后说到尼人 尼人一直对着犹太帝说着接管 可犹太帝根本不知道如何控制尼人 他隐约记得爷爷曾经说过 要去追踪纳粹巫师组成的修离社 而犹大计划的出现就是为了与之抗衡 犹太爷爷是被修离社的人杀死的 四千留下了修离社杀害自己的线索 三米从犹太爷爷留下的纸条中 一下子猜出这是图书编码 三人立刻赶往大学图书馆 三米找到犹太爷爷藏起来的书籍 却被修离社巫师用巫术袭击 同样中招的还有犹太帝 尼人立刻抓住了巫师 干脆利落地扭断了他的脖子 犹太爷爷藏起来的书籍 是白俄罗斯纳粹军营的红纪录布 里面记录了纳粹们进行的可怕魔法实验 而尼人就是当年被制造出来毁掉纳粹军营的东西 尼人需要在上个主人死后被下一人接管 可是写着接管方法的纸张 却被年少无知的犹太帝烧掉了 魔法实验成功地复活了死去的纳粹 记录部的最后一页 写着所有死而附身的修离社人名册 杀死这些人的方法就是爆头 然后火烧干净 修离社的人根据线索找到了文家兄弟和犹太帝 领头人是当年纳粹军营的指挥官 指挥官用咒语停止了尼人 并从尼人口中取出一个小卷轴 原来只要在卷轴上写上名字就能接管尼人 指挥官想拿走红纪录布 却被犹太帝袭击 文家兄弟趁机杀掉了修离社的巫师们 但三人把尸体全部烧掉后 犹太帝决定继承爷爷的遗旨 在卷轴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正式接管了尼人 成为犹大计划成员 事件过后 三米把这次的经历完整地记录下来 看来他继承了文家的传统 即将成为这一代记录者 经过长期的艰苦生活 小先知终于把所有恶魔生之语都翻译了出来 大帝和三米找到小先知 得知如果要关闭地狱之门 就要通过三道上帝设置的测试 每次测试后念出一段咒语 第一道测试就是杀死一条地狱猎犬 并浸泡他的鲜血 大帝认为只要找到十年前与恶魔做过交易的人 在地狱猎犬出现时杀掉他就行 三米找到十年前似乎和恶魔做过交易的卡西欧一家 兄弟俩通过宗女佣 成功应聘成为卡西欧家的农场工人 大帝和三米以为卡西欧女主人是做交易的人 谁知她的丈夫却被莫名要死 三米察觉卡西欧家族不止一人做过交易 大帝决定多留几天 因为女主人丈夫的死亡 家族成员老爸 二妹和小妹都赶了回来 宗女佣给兄弟俩介绍了一下 家族里老爸身家过亿 结过五次婚 姑娘二妹为人尖算刻薄 作为歌手唱歌做字都烂得一塌糊涂 却总能收获排行榜名次 小妹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三米在卡西欧一家的晚宴上 贪听出十年前这是C数来做的交易 但是交易人是谁依旧毫无头绪 小贤只打来电话告诉他们 只要透过圣火烤锅的东西 就可以看到地狱猎犬的身影 大帝立刻去用圣油灼烧眼镜 让三米接着盯住卡西欧一家 老爹忽然带着小妹去猎杀狼为女婿报仇 三米阻止不了只能跟随 大帝准备好装备 却被宗女佣挑逗 为了地狱猎犬的大帝忍痛拒绝 森林中小妹被地狱猎犬杀死 三米立刻带着老爸回家 大帝不得不把目前的状况告诉了众人 可是没有人承认和恶魔做过交易 大帝命令三米留下看守 因为他决定自己去做完成测试的人 他不希望三米冒险 宁愿有危险自己扛 大帝出门寻找地狱猎犬的踪迹 却从宗女佣处得知 小妹就是和恶魔做交易 请求报复的人 而宗女佣为了救生命的母亲 也做了交易 大帝又可以阻止地狱猎犬的乌城 保护好宗女佣 自己出门怼上赶来的地狱猎犬 剧组有钱了 终于看到地狱猎犬长啥样了 可惜大帝不敌 即使赶来的三米杀死了地狱猎犬 却不顺被地狱猎犬浸泡 大帝想要再找一条地狱猎犬 可是三米却阻止了大帝 因为他不希望大帝冒险 并且相信自己一定能通过测试 关上地狱大门并活下来 看着坚定的三米 大帝选择让步 三米念出咒语 通过了第一道测试 很快兄弟俩接到 从前警察朋友的求助短信赶到小镇 大帝有些担心三米的状况 三米却说自己没事 无奈大帝只能出门买食物 独自留在旅馆的三米 遇到一条渡兵犬 这幸运的卢狗时 大帝回来了 甚至大帝不喜欢狗的三米 只能先向大帝解释 谁知一转身帅气狗子变成妖娆美女 原来警察朋友已经成为巫师 用巫术破案 狗美女则是她的灵兽伴侣 可以随意在人和动物的形态中转换 也是她假冒巫师警察的名义 求助文家兄弟 最近巫师警察总是做可怕的噩梦 导致精神几乎崩溃 灵兽和巫师可以共享心灵和思想 狗美女看到巫师警察在噩梦中杀了人 而巫师警察认为 自己在现实中真的杀了人 大帝和三米怀疑有别的巫师控制了巫师警察 决定帮助他找到真相 前提是调查期间 巫师警察必须乖乖在家锁住自己 三米查询巫师警察近年来的情况和经历 大帝则准备好报笔书曾经告诉过他们 杀死女巫和巫师咒语的材料 期间两兄弟又为了三道测试的事情吵了起来 三米认为大帝只相信自己 不相信别人 咒语材料的准备 既是为了对付邪恶巫师 也是为了对付万一真的是凶手的巫师警察 三米去警局掏取资料 却被兔头警员拒绝 狗美女带着大帝来到当地的巫师聚集地 通过巫师朋友的零售猫 得知当地的巫师群落对巫师警察很不友好 巫师朋友告诉大帝 没有咒语可以让一个巫师控制其他巫师 三米确定杀人事件真的和巫师警察有关 夜晚兄弟俩带着做好的咒语材料 想干掉巫师警察 却被狗美女阻止 原来之前狗美女和巫师警察进行深入交流时 狗美女察觉到巫师警察在噩梦中不是自我去杀人的 大帝和三米决定在做查探 三米来到警局又碰了笔 似乎警察这边有人怀疑巫师警察是凶手 大帝从报笔书的资料中查到 巫师可以把虚假的记忆植入另一个巫师脑中 大帝和三米把事情告诉了巫师警察 巫师警察利用能力打着兄弟俩灵魂出窍 在警局看到了案件的档案 秃头警员打算起诉自己 而指证自己是凶手的人居然是灵兽猫 回过神的巫师怒不可遏 大帝巫家兄弟赶走了狗美女 但枪匹马找到灵兽猫 终于发现是巫师朋友陷害自己 因为自己抢走了狗美女 两个巫师打了起来 大帝和三米赶到想要帮忙 却被巫师朋友控制回忆起最痛苦的记忆 信号狗美女即使袭击巫师朋友 解开控制的巫家兄弟 立刻用咒语材料干掉了他 案件结束 巫师警察带着狗美女跑路逼分头 大帝也从之前的回忆中 感悟到自己和弟弟 能在那么多痛苦的经历中走到现在 正是因为两个人相互依靠 所以他会试着去信任三米 绝对支持三米完成三道测试 今天我们接着来看邪恶力量第八集 16到18集哦 最近三米的身体出现了通过 第一道测试后的反应 口腔开始无辜流血 但是他怕大帝担心而隐瞒了下来 大帝最近有些烦躁 小先知还没有翻译出第二道测试 小卡也不知所踪 为了不让老哥胡思乱想 三米找了一件男子死而复活的案件 大帝和三米找到复活男子 可复活男也不知道自己复活的原因 只知道自己每天就要死一次 巫家兄弟验证复活男不是任何已知的鬼怪 复活男七年前被人从雪山上救下 没有任何之前的记忆 自从发现自己每天都会死一次后 就独自在森林中隐居 最近才出山寻找新驻地 兄弟俩怀疑他是中了诅咒 夜晚复活男被黑衣女带着匕首袭击 等复活男打退黑衣女之后又死了过去 两兄弟在床边围观复活男的尸体 忽然蓝衣女带着复活男的儿子找上门来 原来多年前蓝衣女和复活男发生一夜情 后因为害怕复活男每日一死的情况就跑路了 三米推测出了复活男的身份 萨达内 原来复活男是普罗米修斯 属于泰坦 据传宙斯剥夺了人类使用火的能力 普罗米修斯偷取天火火种交给人类 宙斯大怒把他绑在雪山上 每天都要被折磨致死 最后复活 而袭击普罗米修斯的黑衣女 则是宙斯的女儿 狩猎女神阿尔特弥斯 他的武器匕首可以杀死不死之身 达丁和三米把情况告诉了复活男 也发现男孩已经遗传了复活男的每日一死 所以蓝衣女才会找到复活男 希望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兄弟俩把三人带回了温家宝 根据记录者的记录 找到召唤宙斯困住他 讨要破除诅咒的方法 众人找起材料成功召唤宙斯 可是宙斯非常厌恶普罗米修斯 他利用蓝衣女爱子心切 哄骗他破坏了困住自己的陷阱 让女儿阿尔特弥斯带走暗示的温家兄弟 三米看穿阿尔特弥斯爱上了普罗米修斯 用言语刺激希望他能够帮助普罗米修斯 另一边 宙斯怨恨普罗米修斯帮助人类 导致自己无法统治全人类 他决定当着普罗米修斯的面杀死男孩 让普罗米修斯痛苦 忽然阿尔特弥斯用匕首做成的弓箭 阻止了宙斯的暴行 当剑射出去时 宙斯用普罗米修斯当盾牌 中剑的普罗米修斯为了不让宙斯继续伤害儿子 把弓箭贯穿自己插死了宙斯 诅咒也解除了 阿尔特弥斯带着宙斯的尸体离开 大丁和三米也火葬了普罗米修斯 经过这件事 三米意识到神灵都会死 而作为凡人的自己 经过三项测试后可能也会死去 大丁当着三米的面反驳了这种想法 但当一个人独处时 大丁还是诚心地祈祷 小卡能够出现帮忙保护弟弟 可惜小卡没有出现 三米身体开始变差 偷偷吐血 最近各地都有不同人类被离奇杀死 三米想用这个案件 插开大丁的注意力 可惜大丁还是看到了 三米吐在卫生纸上的鲜血 小卡询问了各个家属的死者 发现似乎死去的都是被恶魔复生的人类 当他们找到最后一个死者死前联系的教授时 发现所有的死者都在找寻旧城遗址 这位教授就是研究旧职的专家 正当兄弟俩查看教授拿出的地图时 恶魔们找上门来 众人打坐一团 身体有些虚弱的三米被恶魔打倒在地 小卡出现杀死恶魔救了三米 原来小卡就是杀死那些被恶魔复生的人 在那奥米的控制下 小卡告诉兄弟俩自己发现 C叔派恶魔到处寻找鲁西法的地宫 他还欺骗兄弟俩地宫中有解读恶魔神之羽的羊皮纸 隐瞒了存放天使神之羽的真实消息 为了知晓真正存放神之羽地宫的位置 小卡毫不留情地折磨着被困住的恶魔 但在恶魔准备说出天使神之羽消息之前 又干脆地捅死了他 三人来到恶魔们的聚集地就出了人质 脸又圆了的梅格 梅格自从被C叔抓住后 就一直被残忍折磨 不得不靠透露点模糊的地宫消息保命 由于梅格知道确切地宫的消息 小卡和纳米商量后决定暂时放过梅格 任由他说出地宫里存放的是天使神之羽 公家兄弟立刻明白小卡之前说了假话 梅格为三人指出了正确地宫的大致位置 小卡温柔地为他疗伤 梅格也难得地敞开心扉表达对小卡的好感 希望这次事件安然度过之后 能够和小卡好好深入交流一下 小卡竟然没有明确拒绝 而此时C叔也知道了梅格被温家兄弟和小卡救走的消息 到达地宫 大丁命令塞米在地宫外留守 并说出弟弟身体虚弱的事实 小卡也感知到塞米的身体受到了无法治愈的伤害 塞米只能和梅格留在地宫外 闲聊这一年来的八卦故事 进入地宫后 大丁和小卡找到了天使神之羽 在纳米的控制下 小卡试图抢夺神之羽杀死大丁 但是对大丁的在意 让一直被控制的小卡 挣脱了纳米的精神控制 地宫外 梅格表示自己可以理解爱一个人的感觉 C叔忽然出现 梅格让塞米去找大丁和心中独一无二的他 自己留下对付C叔 恢复神之的小卡 把被控制的事情告诉了大丁 为了神之羽的安全 小卡带着神之羽消失 塞米找到大丁跑路 被殴打的梅格看到温家兄弟出现 就知道小卡肯定带着神之羽先走了 在捅了C叔一道后 被C叔反手杀死 地宫中 C叔和纳奥米碰面 似乎原来两人有过欢愉关系 不过纳奥米拒绝了和C叔的合作 逃跑的车上 大丁面对塞米的身体状况无能为力 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看顾自己的小塞米 天堂失去了小卡的消息 而此刻小卡带着天使神之羽 坐在急迟的大巴车上 去往远方 大丁和塞米在查探吸血鬼伤人案时 发现有吸血鬼被三个孩子杀死 其中一个居然是勒志妹 勒志妹卷发男和爆炸妹是一个团队 温家兄弟找到勒志妹 得知他的父亲已经被吸血鬼杀死 此时他的小伙伴们正准备猎杀吸血鬼 吸血鬼跳窗逃跑 大丁发现吸血鬼正跑向一辆蓝色货车 勒志妹和大丁追了出去 直到楼下时蓝色货车已经不见 勒志妹用死人血控制了吸血鬼 爆炸妹怒斥吸血鬼杀害了自己的家人 吸血鬼发誓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但还是被爆炸妹砍掉了脑袋 大丁试图劝勒志妹不要再做鬼怪猎人 但是勒志妹不愿意 目前这三个孩子被求胜男收养 文家兄弟跟着孩子们来到求胜男家 发现求胜男把三个孩子的生活打理得紧紧有条 求胜男告诉兄弟俩 自己训练孩子们杀怪 是为了让下一代鬼怪猎人变得更强更厉害 大丁并不认同求胜男这种心态 但不希望有孩子年纪轻轻 就踏上鬼怪猎人这条不归路 大丁觉得之前的吸血鬼被杀的情形很奇怪 想去仔细查探一下 留下三米监视求胜男并保护三个孩子 三米得知求胜男之前原本有儿女 但是被鬼怪杀害 所以求胜男才会收留孩子们 并教授鬼怪猎人的本领 大丁查到 昨晚杀死的吸血鬼是最近才转化的 而爆炸妹的家人则是三个月前被杀死的 似乎和开蓝色货车的联盟善难有关 求胜男召回了所有的孩子 拿出照片 声称自己找到了杀死雷智妹父亲的女吸血鬼 雷智妹激动地要去报仇 三米觉得照片不对劲 和大丁通话告知了这一情况 大丁也告诉弟弟有关蓝色货车的信息 三米发现蓝色货车就停在求胜男家门口 他立刻告诉了求胜男 让人追踪连帽杀男时 三米被求胜男打晕 原来连帽杀男是吸血鬼 和求胜男是一伙的 大丁根据线索找到了 所谓杀死雷智妹父亲的女吸血鬼 发现她是刚刚才被转化的 此时雷智妹带着小伙伴们杀到 大丁劝服雷智妹不要伤害女吸血鬼 她不是杀害雷智妹父亲的凶手 并提出带着吸血鬼女孩找求胜男对质 另一边求胜男想杀死三米嫁祸给吸血鬼 增加三个孩子对鬼怪的仇恨 不巧孩子们刚好赶了回来 原来最近阵子上被孩子们杀死的吸血鬼 都是求胜男和连帽杀男合作 新转化用来给孩子们练手的 而且为了能够培养更强下一代鬼怪猎人 求胜男精心挑选了雷智妹三人 并让连帽杀男杀死了他们的家人 求胜男计划败露 想要挟持雷智妹 但是最近的训练让三个孩子 轻易制服了连帽杀男 雷智妹和小伙伴们并没有杀死求胜男 但求胜男干脆的自杀了 案件结束 雷智妹决定和小伙伴们留下过正常的生活 大丁也承诺会让盖斯定期来照看他们 在大丁看来 唯一能让孩子们真正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就只有关闭地狱大门 减少鬼怪恶魔了 今天我们接着来看《邪恶力量》第八季 19到21集哦 小先知高强度翻译恶魔神之语 都已经开始出现稀疏折磨他的幻听了 但他还是顺利的翻译出了第二项测试 从地狱拯救一个无辜的灵魂 并把他送上天堂 大丁和三米召唤恶魔困住他 百般折磨后 得知可以雇佣野生死神 带人偷渡进入地狱 兄弟俩找到野死神做交易 得知报比书的灵魂居然被稀疏困在了地狱 三米决定去地狱拯救报比书 野死神嘱咐大丁24小时后接引 殊不知众人的一举一动都被恶魔看在眼中 野死神带着三米来到了炼狱 原来偷渡进入地狱必须从炼狱经过 野死神给三米指明偷入地狱的方法和方向 叮嘱三米24小时后回到此地等待接引 谁知回到人间的野死神被西叔找到 威胁之下野死神告诉西叔 三米偷入地狱的事情 随后被西叔杀死 三米顺利找到报比书 两人确认过真实身份后结伴杀出牢笼 小先知被西叔的幻听折磨得不轻 干脆的把神之羽藏了起来减轻压力 纳奥米忽然找到达丁 试图洗白自己和达丁合作 一起把西叔和所有恶魔都关进地狱 达丁嘴硬说自己不相信任何天使 却被纳奥米看穿他依旧在乎小卡 纳奥米告诉达丁 偷入地狱需要经过炼狱 随后离开 达丁立刻找到野死神 发现他已经领了便当 看来三米和报比书的灵魂都被困在了炼狱中 他不得不打电话求助本尼书 本尼书很高兴达丁居然再度和自己通话了 三米顺利带着报比书来到炼狱约定地点 却始终没有等到野死神 达丁请求本尼书回炼狱拯救自己的弟弟 但是他也非常难以抉择 作为生死之交的本尼书自然不会让达丁难做 他愿意被达丁看偷重返炼狱 达丁请求本尼书随着三米一起重返人间 本尼书没有多说什么 两人同时眼含热泪 永保后达丁砍下了本尼书的脑袋 三米和报比书对抗炼狱中出现的各种怪物 本尼书及时出现 带着两人来到重返人间的分析 三米利用本尼书教的咒语 把报比书装进自己的手臂中 而本尼书拒绝了三米要带他回到人间的请求 在本尼书心中 失去大丁这个唯一的朋友 人间其实没有任何值得留恋 本尼书留下阻挡炼狱里的怪物们 三米带着报比书通过分析重返人间 大丁激动地抱住势而复得的弟弟 也理解本尼书不愿意回到人间的选择 三米放出报比书的灵魂想让他身入天堂 这一只C书出现捣乱 幸好那奥米及时出现 吓退了C书 报比书的灵魂才顺利升天 三米念出咒语通过了第二项测试 此时躲藏的小先知却被C书找到 三米终于理解 打定相信本尼书的缘由 男人回到小先知躲藏的地点 没有发现异常 还以为小先知是因为压力和害怕逃跑了 完成第二项测试的三米明显更加虚弱了 三米收到查理妹子的邮件 得知附近有无辜人士内脏被验化的怪物案件发生 自从上次和温家兄弟分开后 查理开始对鬼怪案件感兴趣 甚至还看完了限制恰可显的小说 这么羞耻的事情让兄弟俩无言以对 打定禁止三米带着虚弱的身体玩出猎怪 查理出色的技能容身打定的新拍档 打定和查理假扮FBI 想要查验死者尸体寻找线索 却因为没有身心表而被验试官拒绝 这可是第一次遇到不给大定通融的验试官呢 夜晚又发生了一起类似事件 等大定和查理赶到现场时 三米已经提前到达 大定让查理为目击者口供 自己则劝说三米回温家宝查资料 劝不动三米的大定气得心心离开 可等到大定赶到验试官的办公室时 三米和查理早就等候多时了 查理拖住忽然出现的验试官 温家兄弟查他尸体 可尸体居然被活化了 回到温家宝 大定通过记录者的资料 查到了对付的怪物 索达内 这次出现的是喜欢人类恐惧的灯灵 他们外表和普通人一致 但是眼睛会泛蓝光 给类物下毒后让人的内脏液化 还会留下蓝色的掌印 用摘了羊羔血的银刀就能杀死他们 查理回到旅馆 被眼冒蓝光的验试官抓住 温家兄弟找不到查理 两人查探发现 原来查理有个常年昏迷的母亲 查理12岁时 父母开车去接在外地过夜的他 却不幸发生车祸 而查理自身也陷入麻烦 失去踪影多年 查理的母亲其实早就死亡 但是肉体还被各种机器维持生机 多年来 查理一直在给治疗母亲的账号打钱 温家兄弟查到 验试官就是灯灵 9年来一直小心翼翼的杀人进食 大定和三米找到困住查理的地方 就在验试官准备伤害三米时 大定及时干掉了他 查理被灯灵下毒 陷入循环梦境无法醒来 兄弟俩一下子想到了非洲梦耕草 大定喝下药汁被三米两圈打晕 进入了查理的梦境 查理一直困在打僵尸的恐惧梦中 三米受到验试官儿子小灯灵的袭击 原来最近的案件都是小灯灵干的 三米顺利干掉了他 梦境中 大定看到查理最恐惧的事情 就是母亲死去 为了从梦中突破 查理必须接受母亲其实已经死去的现实 原来查理一直认为 都是自己害的父母生也出门才出的事 在大定的劝说下 查理最终接受了这一切 两人从梦中醒来 查理哭着拥抱了大定 在查理的梦中 大定也看到自己最恐惧的就是三米死去 他回到温家宝 紧紧拥抱弟弟 决定不再强留弟弟一个人在家 查理签下放弃治疗的同意书 在母亲的床前 为他读最后一次书 自从小先知被C叔抓走 C叔派了两个恶魔扮演大定和三米 让小先知放松警惕 反映恶魔神之语 三米的身体越来越差 甚至开始发烧站不稳 三米收到了小先知的邮件 这小先知提前设置好的警告文件 如果小先知一周不更新设置 他就会自动发送给温家兄弟 告知自己已经被恶魔杀死的消息 让温家兄弟去自己的邮箱 找到已经翻译好的内容 面对小先知的死 兄弟俩都很难过 三米从小先知留下的资料中 发现上帝的书记员 梅大壮的符号 联想到似乎某个印第安部落 从古至今一直崇拜供养着梅大壮 两人立刻出发前往这个部落 小卡一直躲在全国连锁餐厅里隐溢蹤 各丧心病狂的那奥民为了逼小卡现身 杀光了残庭的人 成功捕获小卡 折磨并逼问天使神之语的下落 温家兄弟入住旅馆 三米感受到了不对劲 但发烧让他变得有些神经质 吃下大丁给他的退烧药后 浑睡了过去 大丁打听到梅大壮要求信徒 不断提供故事作为贡品 才能获得恩泽 从老照片上发现 酒店前胎就是获得恩泽 长生不老的信徒 三米从睡门中惊醒 发现前台正在给某个房间送各种书籍 等他躲回房间打电话通知大丁时 却因为高烧混了过去 那奥民无法从小卡口中 得知天使神之语的下落 西叔忽然出现 用天使之人容成的子弹 吓退了那奥民 原来天使中出现了叛徒 西叔猜出 小卡把神之语藏在了体内 直接掏了出来 还没得意多久 就被小弟告知 小贤之早就看穿了西叔的把戏 他不得不让叛徒天使看守小卡 自己离开 三米从冰水浴中惊醒 体温终于变得正常 醒来后的三米记忆异常清晰 他甚至能够剖析自己 在很小的时候就隐约意识到 自己拥有恶魔血 是邪恶的人 他执着于三项测试 就是感觉到 这是在净化自己 兄弟俩进入被书籍堆满的房间 遇到了梅大壮 梅大壮以为两人是路西法 或者米加勒派来的 兄弟俩很惊奇 居然有天使不知道文家创杀的大名 梅大壮已经与世隔绝很久 完全不知道目前的形势 当年他只是个小天使 被上帝选为书机关 为上帝记录各种训诫 上帝消失后 大天使们想要利用神智与统治宇宙 梅大壮害怕自己被找麻烦 于是隐居在人间不问世事 只看人类写的故事度日 这么鸵鸟的做法 引起了三米的不满 兄弟俩职责梅大壮放弃自己的责任 不保护好神智与贤之 另一边 小贤之挑衅C叔完全不怕死 正当被激怒的C叔要杀死小贤之时 忽然被圣光灼伤 小贤之也带着C叔给他翻译的半块神智与消失 原来是温家兄弟骂醒了梅大壮 他及时出手就出了小贤之 并治愈了他 梅大壮和醒来的小贤之告诉温家兄弟 最后一项测试 就是治愈一个恶魔 离开梅大壮隐居地 大丁和三米在路上遇到了奄奄一息的小卡 原来小卡杀死看守自己的天使逃了出来 向大丁求助 今天我们来看邪恶力量第八集大结局 22到23集哦 话说温家兄弟翻遍历代记录者们的资料 想要查询治愈恶魔的方法 大丁虽然救小卡回了温家宝 但是对小卡还是采取了忽视态度 狠气小卡不信任自己 也生气小卡在关键时刻抛下三米受苦 三米打断大丁单方面发表现场 因为他发现了记录者资料中有关信息 顺便偷偷劝哥哥不要对小卡那么无情 三米找到信息和胶卷录像带 大丁无意中打开了记录者的审问地牢 播放胶卷录像带中 是两位神父奇特的对恶魔施咒的过程 但明显结果不止失败这么简单 三米查到 录像带中的小神父还活着 让人立刻启程去找他咨询 从神父口中 大丁和三米得知 原来当年大神父认为 恶魔是由人的灵魂扭曲洞落变成的 只要洗净那些污秽 就能恢复恶魔的人性 录像带中的施咒过程 就是大神父研究如何进化恶魔的过程 继续跟进 但是大神父还在不断地做实验 不过几个月后 大神父就被杀了 大丁却小神父 交出了所有大神父做研究的资料 小卡在超市购买各种色情杂质 啤酒和美味的派 试图等大丁回来求和 却碰上了梅大壮 梅大壮告诉小卡 天堂现在一片混乱 纳奥米不过是天堂抢夺战中的一方势力 并没有掌控整个天堂 听到这些 小卡很抱歉 是自己引起了天堂的混乱 梅大壮则想忽悠小卡 和自己一起关闭天堂之门 接着梅大壮就消失不见了 从取回的资料中 大神父利用进化的人类鲜血注射恶魔 念动进化咒语 给恶魔喂食自己的鲜血 最终成功把恶魔治愈 重新变回了人类 现在温家兄弟就要抓一个恶魔 重复大神父的操作 大丁却想到 他们早就困住了一个恶魔 小卡找到梅大壮 成功被梅大壮卖掉了 关闭天堂之门的案例 而关闭天堂之门的第一道测试 就是让小卡去杀死一个 人与天使的混血女招待员 小卡有些不忍心 梅大壮劝小卡认真考虑 最终 大丁和梅大壮跟踪女招待员 一番打斗后 小卡杀死了混血女招待 大丁和三米挖出被埋葬的阿比顿 把他的头与身体重新连接 苏醒的阿比顿一下子就看穿 兄弟俩的治愈计划 因为当年就是阿比顿杀死的大神父 关键时刻 C叔打来电话 他与兄弟俩曾经救过的所有人的性命 威胁两人放弃关闭地狱之门 阿比顿则趁机逃跑 紧接着 三米又收到了C叔发来的预告杀人短信 兄弟俩拼尽全力 也没能救下他们曾经救下的人 只因为C叔的母亲是个女巫 她完全利用巫术就能杀死人类 并且 C叔还下令 任何恶魔不得考进文家双杀 这样的结果彻底打击到了兄弟俩 三米有些绝望地想要放弃 大丁却鼓励弟弟坚持下去 C叔找上乔地警长威胁文家兄弟 被逼无奈 大丁妥协 在C叔和文家双杀的交易中 兄弟俩用完整的恶魔启示录和放弃测试 换取C叔停止杀戮和天使启示录 小先知把完整的恶魔启示录交给了大丁和三米 两人准备去辅C叔的约会 另一边 美大壮和小卡的天使测试第二项也正在进行 抢夺一把丘比特的爱之功 兄弟俩与C叔会合 C叔开出长长的合同 大丁借着研读合约条款趁机靠近C叔 用克制无盲心的手铐困住了他 原来所谓的答应交易 都是让C叔自投罗网的计谋 大丁和三米抓住C叔 决定把他进化变回人类 完成第三项测试 美大壮和小卡在酒吧等待丘比特的到来 谁知那奥米忽然出现 抓走了美大壮 只留下小卡 懵逼一人 大丁和三米带着C叔来到一座废弃的教堂 三米只需要每隔一小时 给C叔注射一针管净化的鲜血 持续8小时 随后用自己的血喂食C叔并念咒 就能完成净化仪式 就在三米进行忏悔净化血液的时候 小卡找到大丁 搞知了他与梅大壮和谋 关闭天堂之门的事情 希望大丁可以给予支援 大丁不愿意远离弟弟 但是在三米的理解下 大丁还是跟着小卡离开 两人找到小先知 请求他翻译天使神之语 C叔则咬伤三米得到鲜血 偷偷召唤小弟 虽然之前大丁不搭理小卡 但是现在小卡即将关闭天堂之门 两人以后可能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大丁缓和了对小卡的态度 另一边 这当三米要再度给C叔注射鲜血时 阿比顿忽然出现打飞三米 并且毫不留情地打了C叔一拳 阿比顿不能相信 一个卑微的十字路口销售员 居然能够当上地狱之王 这简直是华天下之大忌 三米起高一招 烧毁了阿比顿的肉身 阿比顿不得不化成黑烟暂时跑路 另一边小卡也顺利得到了丘比特的弓箭 三米赶走阿比顿之后 继续对C叔注射鲜血 一直高高在上的C叔忽然控制不住情绪 大喊着自己做任何事 都只是希望有人爱自己罢了 喊完不仅三米懵逼了 C叔也一脸懵逼 看来注射人血起作用了 随后C叔居然乖乖伸出脖子 让三米注射人血 被抓走的梅大壮 被纳奥米实施了一次天使大脑窥探折磨 原来根本没有关闭天使之门这件事 纳奥米找到小卡 告诉他们梅大壮让小卡做的测试 并不是关闭天使之门 而是要把除了梅大壮以外的所有天使 都驱逐出天堂 坠入人间 他告诉大丁完成三项测试后 三米必死无疑 这就是上帝所有神之语的结局 最终的牺牲 纳奥米含着眼泪请求小卡放弃测试 自己愿意接纳小卡重回天堂 大丁立刻要求小卡带着自己去找弟弟 小卡把大丁送回教堂后 决定去天堂找梅大壮 结果在天堂找到已经死去的纳奥米 原来他说的都是真的 维大壮用天使之刃挟持小卡 他提取了小卡的力量 让他在人间死了之后 再来天堂给自己讲故事 哎呀真的好气啊 人间 三米正要完成最后的进化仪式 大丁闯了进去 三米的身体和精神都趋劲崩溃 大丁把三米会牺牲的事实告诉了他 但是三米不在乎 精神混乱的三米讲出了真心话 他之前忏悔的内容 就是自己一次次让大丁失望 使得哥哥不再信任自己 三米无法想象 如果自己再次让大丁失望 大丁又会去找别的什么天使 或者吸血鬼当成朋友 三米无法接受 大丁也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别的人再重要都不如弟弟 曾经他为了救弟弟害死本宁叔 现在为了救弟弟 也愿意放过C叔这个混蛋 就算是害死妈妈的混蛋也是一样 他绝对不会把任何人任何事 看得比三米重要 三米被哥哥劝服 大丁激动地抱住弟弟 可是三米的身体 前所未有地疼痛起来 大丁立刻大叫小卡帮忙 此刻小卡已经被梅大壮扔回人间 小仙芝也发现 文家宝内的电子仪器 都奇怪地运转了起来 随着大风刮起 数以千万机的天使们 从天堂坠落 人间不再平静 这一季的整体内容都非常仓促 甚至连最重要的关闭地狱之门 都是从集数过半才开始讲 而天使堕天又只用了一两机 这样的节奏真的是非常懵逼 天使们堕天之后会发生什么 梅大壮就真的没人能制服吗 而西叔渴望被爱的原因又是什么 被注射了人血的他 会获得人性吗 文家双杀陪伴了大家这么久 谢谢大家的支持 请耐心等待文家双杀回归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